我们都知道车都有进口和国产之分 很多进口的车因为出自于大国 凭借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设计 所以很多人都很钟爱进口车 认为进口车的都很好 也疯狂的追这些产品 相反国产在他们心目中就是次品的代名词 这也让人很无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不一定进口的东西都是好的 甚至在很多国外很差的车 进中国后却变成了豪车 有哪些车都是这样的呢 第一就是到期酷威 它是一款7人做的SUV车型 很多人都不喜欢这辆车 因为它的质量也不好 在美国的时候国内人就不看好它 但是来了中国之后 因为大幅度降价的原因 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它 真的不知道国人怎么想的 它的油耗只有9.9升 这在汽车市场上根本就算不上好车 第二款就是路虎发现神行 这款车在中国SUV市场名声还是很好的 在设计上也很用心 也特别的有新意 从车的外观上看 整个车身采用了匀润的线条 没有那么明显的棱角 但是看上去却很舒服 在内部装饰上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豪华和高端 所以视觉效果上会有一点廉价的感觉 但是这种车 人们经常会开来旅行或者是跑长途 但是它却没有给人们一种享受的感觉 开起来不是那么的上手 第三款是凯迪拉克凯雷德 这款车跟前面两款比起来 还算稍微好点的车 想当初 它在美国也是被用作国家事务车的 地位也很高 但是如今却没有多少人会再去关注它了 不知道是否跟它的问题有关 这些车在美国的市场都是不太受欢迎的 但是来到中国后 却有很多人对它们感兴趣 不知道是因为这些车是进口车的原因 还是其他别的 但是我们在买车时 一定要仔细地挑选 毕竟买车是一件大事 不能随便地就去决定